華航空服員罷工 飛機停飛 旅行社也成了受災戶 根據觀光局統計 光是今天一天就有218團受影響 因此不只是機場大亂 旅行社也忙得人仰馬翻 電話一通接著一通來 手邊還要一邊忙著 幫客戶改行程 安撫他們出國受阻的心情 根據觀光局統計24號 因為華航班機停飛 受影響的旅行團 出國的有2703人 至外的有1779人 消費者決定要取消的話 那採取全額退費的方式 也就是說對消費者最有利的模式 各大旅行社都做出應變方案 像是可樂旅遊換團 有2000到1000的折價 熟舍旅遊則是500到1000 燦興旅遊也有2500到500 除了簽證和護照費用 其他訂餐廳或是訂飯店 行政費用則是由旅行社自行吸收 這幾天我們每一天來回 影響的旅客人數都在2000到3000位 所以加起來我們大概要影響 1萬位左右 但旅客回不了家 旅行社也跟著受無望之災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工會 更發出聲明 要求華航建置窗口協助 置外旅客回台 也會依據法規向華航求償 無法一雲定行程返台 所滯留的費用 就是應有旅行社負擔 不得向旅客收取 旅行社是請華航那邊 要妥善的協助 在時速上的安排 突襲式罷工讓華航一天營收 少兩億連商業夥伴旅行社 現在也受不了 要求華航積極處理 畢竟罷工不落幕 損失會越滾越大